今天是5月15号 你520还有五天 所以今天这个妆容 纯玉妆 就我觉得纯玉妆 真的很适合和男朋友约会 但是我看了一下是你 5月20号这天是星期四 我说不定也没有约会 因为我的男朋友要勤奋读书 分发图强 所以这一天我可能就化妆给自己看吧 谈一个正在读书的男朋友 真的就是像工作日 想约会就是比登天还难 这个视频有男朋友的必看 没男朋友的就先看着 然后为以后做准备 美童就选一个清新脱熟的 那这一天就是 如果不知道该好什么妆的话 这个妆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下参考 下来就是我觉得女生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妆面一定不要卡粉 一定不要击皮 在这里教一下大家我的小技巧 首先我拿出一瓶呢 我个人认为比较干的粉底液 对我来讲可能有点稍微的干 就叫做一点流动性都没有的粉底液 拿一瓶精华油 这个蓝的精华油 有在1月份给大家推过一次 滴在你的粉底液里面 滴个两滴 然后混合一下 让我们涂一下右半边脸 让我们来拍开它 看看这个对比 右边左边 现在右边的粉底拍完 是不是给你一种很水润的感觉 用这种低精油的方法 能让你的粉底液变费为宝 并且这种低精油的方法 会让你的底妆更加的附贴 最近夏天就是一切完太阳 我的脸就会 晚上就会红红的 我这段时间就一直在用它 晚上又会有很好的退红的效果 比较推荐大家就是晚上 要坚持去用 这个妆大家的眉毛 一定要跟自己的头发是同一个色调 一定不能有太大的色差 陈玉妆的眉毛 可能要比平时要粗一点 先给鼻子修个容 我腮红画眼影 眼影怼神这样之后 然后就涮一个涮皮贴 整个大卧铲 然后用腮红加深一下卧铲 激影这增加一下氛围感 来点这种小亮片 今天的眼线就往外拉一笔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再来一个眼瞼下 睫毛到最后再弄 先打上腮红 先刷上睫毛杂底 加粗一点点眼线 再加深一下下睫毛的浓密感 今天的嘴巴用一个特别好看的色号 是最近发现的 K头空气唇用08号色 这个颜色真的超级郁 它这个唇用很丝滑 这个是08号色单头的颜色 然后最后让我们叠加一个 它的09号色 09号色是这个样子的 这两个颜色 就是这个可能偏粉一点 对层上再叠加一个09号色 两个颜色叠图出来 会有不同的精神 让我们去换个衣服 然后生下一下我们的氛围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